《天下第五史》是人和別的 是李連結講的 《天下第五史》是人和別的 《天下第五史》是人和別的 《夜溫山》 張天志是個比較特別的人物 輸給夜溫之後 從此放下春 做一個平凡的人 其實他輸了 心裡有壓力 後來他再用湧春打 贏回來 在中心裡面 人失敗一次 不會是永遠失敗 你能爬起來 你就有成功的機會 《惡谷長翁》那個時候 楊喜松跟張奇兩個打 楊喜松受傷了 找一個人替他們打吧 張奇松的身材比較瘦小 替兩個孩子對打 功夫、槍、刀都很好 很特別 很猛我覺得 這杯酒我請你喝的 楊喜松想說 原本設計是一個藍的 他就有興趣來演 他又怕打 不過有趣的是 他真的是用力了 手都清了 魚腫了 到河里屋 活拍的時候 他們想拍一個電影的 叫Maitre是吧 想找一個 會打中國功夫武術的人才 去幫他們設計動作 他們就找我 他們示範給我看很多 武術一傳塔打出來 所以他都不像我 難搞了 所以需要四個時間 一直練功 一直把每場事實的動作 套出來 練到好而已才拍 從我拍功夫片和動作片 我很少用特效 根本我的觀念 是應該用真實打 真實的動作來拍的 每個演員 教授對不對 我看過你一眼看得出來的 八個結派兄弟 變成八爺 八爺 就不喜歡 父親要我練功 我就練 我的演員是比較懶 就比較很靜的 不喜歡動、運動 所以我就喜歡看書 自己靜的想動 這樣環境 父親不知道 我就坐在這裡發呆 所以一來就 就動了 父親的徒弟跟他講 你一定做膝蓋以後 他出來做武行了 我弟弟什麼都做得比我好 在旁邊 怎麼拍 後來就慢做起來 就這樣 其實好的武士指導 不一定是功夫好的 是怎麼卸進 怎麼用老精想 我還是沒想過退休 退休在享福 享福之後好像沒什麼貢獻 我能做的時候不做了 再拍幾部好的電影來了